不大不小的方尖碑 矗立在五層基座上 尖碑的侧面还刻着密密麻麻 罹难者的姓名 这座大震灾内浦庄训难者追悼碑 经过一甲子的岁月 上头的字迹虽然有些模糊 但刻苦铭心的伤痛 却还留在历史记忆之中 当初在民国24年的大地震 后里死了一千多位 在整个中部地区算是很多的 整个中部地区死了三千多个 后里就占了一千多个 所以我们一个纪念碑 就是一方面 就是说纪念僧人他们的 在震灾离难 那另外就是说 让大家能知道地震的可怕 大甲军成造的 生命囊成造 民国24年台湾发生空前大地震 当时后里地区 敦拉卡死伤最为惨重 所以这场地震又被称为 敦拉卡大地当 地方特别在后里国中 旧校区设置了纪念碑 民国五十年时 后里国中要另改校区 纪念碑因此被迫搬迁到 后里公所后方 如今旧校区也将改建成公园 居民则是建议这被列为 古迹的纪念碑 能够迁回原来的地方 旧后里国中的用地 闲置多年经过四湖的努力 已经把它改成 即将完成了一个新的公园 如果能够把这个 原来的古迹本来就 就是在那个地方 以这个原因来跟我们中央单位来争取 因为迁移也是要由 市府的文化局报给中央单位 核定以后才可以迁移 而不是市府就可以做决定 这个程序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会朝这个方向 重新再来写一些 等于说建议 等于说这个其实也不是叫迁移 而是把它回复原来的地方 公所也表示纪念碑现在树立在公所后方多年 也嫌少有人会注意到 但古迹欠以程序麻烦 公所将会以专案的方式申请迁回公园内 让公园可以堆出景点 也让大家缅怀这一段历史记忆 杰王胜炫台中采访报道